女人大小事 微菜陪你聊心事 你有没有经常单身的时候 大家就会问你 什么时候结婚啊 结婚以后又会问你 什么时候生小孩啊 然后生了小孩以后 又换我们问小孩 什么时候要结婚啊 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 今天看来 这生小孩这件事情 在人生当中是无限的循环 今天要带来一道料理 为大家祝好运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道料理 到底要怎么做 可以带来大家的 好运气的料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黄金乌鸡糙糙米粥 好 我们当然用到的是 我们的轻松层的乌鸡 那这个非常的补 还有这个有机的三药 这两道都是我们 超级超级推荐的 另外呢 用到的是很特别的 发芽的糙米 那这个发芽的糙米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 就是你有些农会 可以买得到 非常的营养 非常的健康 那另外要介绍一道 非常特别 我们用有机黄豆 去做的一个发芽的黄豆 那为什么要用发芽的呢 因为它的营养成分更高 那有的人吃豆类 有的会脏气 那就可以利用这个发过芽的 营养又加倍 又不会让你有脏气的感觉 而且它的Gava很多 也会让你好眠好睡 今天我们要用这道料理 来祝大家好运气哦 我们这个杏仁 也是对我们助孕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杏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Omega 3的脂肪酸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杏仁先倒进来 要干嘛 烤箱它 不需要入烤箱 我们在锅子里面 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 Omega 3的杏仁果给烤箱了哦 那我们就这样稍微烤一下就好 我们把这个杏仁 用锅子的热气把它烤箱就好 要注意哦 不要烤得太燥热 用锅子的热度就够了哦 好 锅子的热度出来之后 我们要用的是这个 轻松成的乌骨鸡 我通常都不会再做汆烫的动作 因为汆烫会让我们的 烤味道给流失了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锅子 触锅就可以了 而且这支乌骨鸡 它完全吃的都是吃素的 然后它还用零汁 完全不用抗生素 完全不用药 然后一定要养到六个月以上 所以这支鸡得来不易 而且它的指标非常非常多 而且是老中医 只是要用这支鸡 对祝孕 想要怀孕的朋友们 非常非常的好哦 好 我们就把皮的内面向下触锅 让它的那个蛋白质触锅 香气就会出来 为什么还要再去汆烫呢 完全不用 就这样子稍微剥一下 你看也不会黏锅 那你这样子就会很香了哦 再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糙米倒进来 有机的糙米洗干净就好 不需要泡水 还有这个有机的山药也倒进来 还有刚介绍过的这个发过芽的这个黄豆 你看这个发过芽的黄豆 它就比较不会让你的胃产生一些脏气 那营养成分又更高 那这个如果蒸一蒸拿来打豆浆也非常的棒哦 还有这个杏仁果 那最后就是加水就可以了哦 那我们今天的乌骨鸡呢 是有剁开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只要上压 15分钟就可以了 那倘若你用的是一整支的乌骨鸡 那这支轻松成的乌骨鸡它非常难煮 因为它足足养了6个月以上 所以你如果一整支鸡没有剁开的 起码要煮25分钟到30分钟 那今天因为我们用的是半支鸡 是有剁开的 所以我们上压两条线 关小火15分钟就可以了哦 我们的黄豆乌鸡糙糙 要开锅了哦 好 我们只有煮15分钟 我们的黄豆乌鸡糙糙糙 你看我们的鸡啊完全没有穿档 你看它也不会揉揉 然后你看这个油 哇 你知道乌鸡的油呢 它含有Omega 3 是非常非常好的油哦 然后你看我们整锅汤 哦 你看这个山药 白白嫩嫩的 超级美 然后看这个糙米 还有我们这个黄豆 很难煮的应该是这个黄豆了 我们看一下 黄豆有够嫩的 好神奇哦 好 那我们这道黄豆乌鸡糙米粥 你只要简单调个味道 放个盐巴 哇 就超级美味了 太赞了 再来我们要再介绍一道 豆腐凤梨鲜惠牡蛎 为什么吃这道 对我们的好运势有帮助呢 原因在于像这个牡蛎 男女都要吃化重点 因为可以补心 帮助我们的排卵 促进卵脂的健康 还有精脂的形成 然后排卵后一周内 要吃这个凤梨 有助于胚胎的灼床 因为凤梨含有蛋白酶 抗发炎 还有丰富的奶 助于我们增后子宫壁的矿物质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帮助 而且做法超级简单 那我们就找一个锅子 等一下也不用换锅了 这个共享锅就直接帮助你 直接上桌 我们把它稍微稍微加热一下 那我们把凤梨先切片 我这边准备了比较多的凤梨 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卵子的灼床 切好的凤梨先进来锅子 把它的那个凤梨的好滋味煎出来 然后它会这样酸酸甜甜的这道菜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好几乎这个凤梨就是铺在这个底部 好我们放一点点油 增加它的香气 我辣椒就是把它的籽给剥掉 才不会那么辣 辣椒它也可以让你的心情有帮助哦 所以你怕辣的话就把那个辣椒的籽给剥掉就好了 它的维生素也非常非常的高 你看这样翻面一下 好盖上锅盖 把凤梨的香气先烹调出来哦 好我们开锅了哦 哇你看这个凤梨越煮越漂亮 凤梨的那个胶质也被我们煮出来了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把牡蛎给放进来 好这个牡蛎买回来就是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哦 我们把它铺在这个凤梨的上面 好都把它铺进来 然后就放上我们的豆豉 这个味道你不用再加其他的东西了 因为凤梨本身它的甜度就够了 你不需要再加糖 豆豉它的咸度也够了 你也不用再加调味料 我们这个时候只要盖上锅盖 等到它冒烟我们的牡蛎熟了之后就可以了哦 那千万不要过于老 那你的牡蛎就不好吃 但是也不能煮不熟 大概就它冒烟之后就可以了哦 那我们等到它冒烟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九层塔放进来 我们这一道料理就完成了哦 我们要养好运 做好人 受运可以很简单哦 你有困扰你的女人大小是吗 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我的影片 一定要帮我们按赞加分享哦 微菜女人机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瑞士顶级料理锅具 台湾精品家庭用品厨房 都在瑞康屋商城 赶快进入购买页面 结账前一定要输入 我的五月折扣码VVMAY 就可以享有影片中 锅具的独家优惠哦